美团和阿里不是新染蓝 但他们的权重上升 其实被动资金流入是比较多 不如一次个讨论这两个 因为有些大热岛造的 也有很多朋友问 所以想谈这两个 怕那些会回得心 对 那些就是想开市前跟你谈 好 先谈美团和阿里 美团是好一点的 美团的百分比当时 比市场预期中更多 所以对于短线的资金流 应该会比较多一点 但比较尴尬一点 技术走势 在二天线附近 二百七十八个八左右的位置 就会有少少阻力 因为上周五也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说你在低位有货 我会建议那些位置 都是短线和利一点 因为你入行只是一件事 但基本面也是一件事 比团的一整天 先是说我有担心 比如说车手合约的问题 他究竟是否真的由外判 变成合约员工 如果在短期再在内地发酵 就是维权等等 他股价会有些影响 所以你说现价没有货的那些 当然不追 有货的那些 你真是低位买了的话 这些位置你先吃少少户 我觉得他有机会下10天线 10天线就260元左右 对啊 即是你有机会下跌那些位置 而另外就是阿里的情况 你看到今天 是令到很多人都失望的 是 因为你的百分比你看到是增加 为什么那个股价又这样去下跌呢 因为他就夹了一个坏消息 现在夹了一个坏消息 就说有传他们现在在云端的业务 会有些影响 是 比如说由节节跳动 在国际市场 开始他需要将一个伺服器 有些云端的用 就转到国际市场 未必会用阿里 而且市场有很多云端 政府的一些合约都好像流失了 所以担心云端那边 一直以来讲高的增长 但你看到上个季度 他们都开始有少少放缓 会不会持续放缓呢 所以又再有一些 类似政策的消息影响着他 我觉得如果你说你没有货 你纯粹是博取他比重增加 我觉得OK的 因为你二百零几元这些位置 博得过 不过又再令到大家担心 会有很多一些负面因素 所以如果你说短线去部署的话 就不太过直博了 你纯粹是博中长线的话会比较好一点